松云禅师 韩国的松云禅师 是曹洞宗知名大德 他的父亲早逝 留下松云和母亲相依为命 松云出家了 仍然带着母亲 每到禅堂打坐 他总是带着母亲同行 每逢参访禅院时 他无法与其他僧人同住 就在寺旁搭一小屋 就近照顾母亲 他平时为人抄写经济 借此得些钱养活母亲 当他为母亲买鱼时 人们总是嘲笑他 但松云毫不介意 母亲见儿子被人讥笑 心里很难过 对儿子说 我可以当尼姑 从此 吃素食 你也不会被人嘲笑了 母亲做了尼姑 和儿子一起学佛 松云喜爱音乐 擅长竖琴 她的母亲也会弹奏 母子俩常在月明之夜 共同演奏 其乐融融 一位女子偶尔从她的门前经过 听了音乐 十分感动 便邀她到她家去演奏 第二天 她如约去了 后来 她又在街上碰见了那位姑娘 向她表示谢意 别人都因此笑她 因为那个女子是一名妓女 一天 松云应邀到远方的一个寺院中说法 返回后才发现她的母亲已经过世 由于当时找不到她 朋友只好替她安排丧葬 松云回来后 走到母亲的棺木前 用手杖悄悄说 母亲 孩儿回来了 孩子 看到你回来 我很高兴 她替她的母亲答道 是啊 我也很高兴 丽松云应道 接着 她对众人说道 丧礼已毙 可以安葬了松云临终前 召集弟子 说她将于中午辞世 她在母亲和老师的一项前面 焚香礼拜 写了一首记子 人间匿旅 五十六年 雨过天清 一轮月圆 弟子们聚集在她的周围 为她诵经祷告 她听着今生安然而逝 松云禅师的故事 是一段充满慈悲和孝道的佛教修行历程 她不仅忠于佛法 也充满了对母亲的深厚情感 她的行为提醒我们 在佛教修行的道路上 不仅要追求心灵的解脱和智慧的提升 还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家庭责任和亲情 松云禅师细心照顾妈妈的行为 表现了孝顺的美德 即便在出家后 她也没有放弃这一本分 她不顾外界的嘲笑和误解 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孝心 并找到了在持戒与孝道之间的平衡 她理解到生活的杂事并不妨碍修行 而是修行的一部分 通过这些日常行为 她实践了佛教的慈悲教义 当她与母亲共同演奏音乐 享受那份宁静和乐趣的时候 松云禅师展现了佛教中所说的 正知正念的生活态度 尽管她收到了外界的误解 被嘲笑与妓女游往来 但她并没有受到影响 这体现出她心中的自在与自信 不被外界的是非所动摇 关于松云禅师的林钟 她展现了对无常的深刻认识 和对死亡的从容面对 她对母亲的虚拟对话 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悼念方式 也是其修行中对生死轮回看法的体现 她认识到生与死都是自然律的一部分 并在生命终结前用寄予表达了 自己对这段人生旅程的感慨和对来世的期许 松云禅师通过她的言行 为我们传达了佛教的智慧 及其如何融入个人的生活经历 她的一生就像是一幅生动的画卷 描绘了佛教的修行 不只是闭目缠坐的静态练习 而是一种全方位生活的艺术 涵盖了对亲情的珍视 对误解的超脱与对生死的洞察 这个故事激励我们 无论生活中遇到何种困难或误解 都应保持慈悲心 智慧心和平常心 如此才能在凡尘世界中修炼出超凡的禅物 滴水开悟 一山禅师非常爱干净 每天下午总要洗澡爽身 一天 因水洗澡水太热 她叫身旁的年轻弟子提桶冷水来 这位弟子奉命提了桶冷水来 将热水冲凉了 然后顺手把剩下的水泼洒在地 一山见状 气得大骂 笨蛋 为什么要浪费一滴水 大小事物各有用处 何不活用 给叔叔也欢喜 给花花也欢喜 而且谁也活着 听到这里 这位年轻的弟子因此而开悟了 于是将他的法号改为滴水 以山禅师所传授的不仅是洁净身体的重要 更深层地教导了洁约和慈悲为怀的精神 在他的看法中 水不仅仅是清洁身体的工具 它是自然界宝贵的资源 每一滴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用处 通过对弟子的指责 他传达了一切事物的珍贵 以及我们应当如何珍视和利用自然资源 这位年轻弟子的开悟 并非仅因为他意识到了节约资源的重要性 更是因为他体会到了一山禅师的慈悲心 智慧及对环境的尊重 以山禅师所教导的 并不仅限于对物质资源的节约 也体现了佛教关于万物相连 因果循环的宇宙观 将法号改为滴水的弟子意识到 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 也能在宇宙间因缘法则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个名字牢记他的开悟经历 也提醒他和其他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动作 每一滴水的使用都要充满着慈悲和智慧 于山禅师的教会提醒我们 在修行的道路上 每个行为都要深思熟虑 并且时刻保持一颗对生命 自然的尊重之心 进化身心并不限于个人的修养 更扩展到对环境的责任和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关怀 这故事提醒我们在生活中实践慈悲和智慧 即使是最平凡的动作 也要体现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和感激 波火悟道 在禅宗五加七宗中 维养宗是开宗最早的一派 他的开山祖是维山灵幼禅师 维山灵幼为寻求开悟 来到百丈禅师门下席禅 冬夜 山风凛冽 百丈禅师一觉醒来 冻得灰身哆嗦 他伸手探探床前的火盆 尚有一丝温热 于是吩咐视力一旁的灵幼说 你拨一拨炉中 看看有火没有 灵幼拿起火棍草草拨了两下 说 师父 炉中没火了 百丈禅师站起身来 拿过火棍深深一波 拨出一点火星 给灵幼看 并说 你说没有火 这是什么 灵幼顿觉 提壶灌顶 得以开悟 瞒扣手谢尸 百丈幼说 灵幼 你先前未悟只是暂时的 经书上曾说 要想认识佛性的一礼 应当观察时节的条件和关系 时节既然到了 如迷糊悟 如妄忽意 才能了悟本体心性 不是从身外去寻找的 你今天已经有所认识 自己应好好的爱护 第二天 灵幼随百丈禅师上山劳动 百丈问道 灵幼 带火来了吗 灵幼随即拾起一根柴 吹了两下 递给师父 百丈禅师赞叹地说 如虫玉木 偶尔成文 围山于炉中拨火未见火 百丈深拨其底 见火星 无火亦有火 围山时起柴吹两吹 柴头无火又有火 火欲比本体心性 原本自身已具备 迷食不见物时逢 围山由此发物 百丈因此说 对于本体心性的了物 就好比小虫石木一样 虽则偶然 但点滴积累 总会了悟的 围山灵幼禅师 与百丈禅师之间发生的这个故事 深刻体现了禅宗的教育方式 和对悟性的认识 在禅宗中 开悟不是从外在的教义 或文字中获得 而是在实际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每一次直接的体验中自然觉醒的 当初 围山灵幼虽然身处百丈禅师的门下 但对禅宗的真谛尚未彻底领悟 在冬夜那个寒冷而寂静的时刻 百丈禅师利用了搜寻火星这一行为 向灵幼传达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 通过百丈禅师的直接示范 围山灵幼体会到了悟性的临界点 原来佛性或者说心性 并非遥不可及 而是如同火星存在于木灰之中 只带善用机缘和方法去发现和点燃 百丈禅师的指示 也阐述了觉悟的实节性 必须要适时 并要具备正确的关系和条件 只有在正确的时机和条件下 人才能够像由迷茫到觉醒 由忘却到想起那样 自然而然地实现对本体的认识 这些本体的认识并不是从外部来的 而是在个体内部已经具备的潜能 第二天的情景 百丈禅师再次询问灵幼是否带火来了 围山灵幼吹一根柴并递给师父的动作 在形式上似乎与先前的性质相似 但实质上是表达了灵幼对佛性已然理解 能够以自如的方式表现出来 百丈禅师的称赞 如虫玉木 偶尔成文 实际上是说明了即使在看似平凡的日常行为中 也藏有深邃的意义 这些行为本身就是达到开悟的途径 这个故事教导我们 在禅修的过程中 对本体心性的理解并非通过理论知识的积累 而是通过直接体验 自我觉察和对每一个瞬间深刻的感悟 正如同偶然之间重拾成文 人的悟性亦可在平常的举动中逐渐开展 最终领悟到生命的本源和真谛 维山灵幼波火的故事是禅宗教育方法的具体体现 强调以实践和体验为核心 通过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反观内心 深入了解真我本性 清静本然 华严宗原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 自法藏开始 经过城关 宗密等人 在唐朝一带颇为盛行 但到了宋代 华严宗便日渐衰微下来 子俊法师据说是宋代智学华严有成的唯一人物 最初 他依洪明法师学习冷眼睛 但学到动静二相识 却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 他想 按照佛教的道理 事物本来是清静不动的 可是怎么会突然生出山和大地 世间万物来呢 他苦思冥想 不得其解 便去拜访汇觉禅师 汇觉是当时有名的禅师 明洞当世 驻狼牙山传教 子俊来到狼牙 正值汇觉登堂讲学 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禅师 我有个问题想问 世界本来是清静的 怎么会突然动起来 生出山和大地来呢 汇觉禅师大喝一声道 清静本然 你怎么忽然生出山和大地来了 子俊一惊 不禁汗流满面 豁然大悟 慧觉禅师对他说 华言一宗不知已经很久了 你要立志扶持 以报佛恩 子俊领其教会 告辞后去长水地方居住 主书立说 宣讲佛法 门下弟子挤进千人 他一生弘扬华言宗教 忠使华言宗又兴盛起来 后人长将他与华言明僧 归封宗密并称为归封长水 佛法无多子 林济一玄 原明行 是山东合则南华的人 他向很多老师学习 但真正让他悟到的是 黄泊西韵禅师 自从他剔头出家之后 他就很认真地学习佛教的律法 通晓各种经文 之后 他去江西黄泊山拜访西韵禅师 在那儿 林济已勤奋出名 当时 穆州担任助持 看出林济快要领悟了 就提醒他 你在这里也不短了 怎么不问问问题呢 林济问 我该问些什么呢 穆州回答 你问问 佛法的重点是什么 林济就去问黄泊 话还没问完就被黄泊打了 林济回去后 住持问 你问了什么 怎么样 林济说 我还没问完呢 师父就打我了 住持说 你再去问一次 林济又去问 黄泊又打了他 这样问了三次 每次都被打 林济就对住持说 多亏住持提醒我去问 但我问了三次 都被打了 可能我和这里没缘分 我还是去别的地方问问吧 穆州说 你如果决定走 也得先跟你师父告个别 穆州先一步去找黄泊说 这个小伙子很不容易啊 师父你干嘛不培养他 让他成长成一棵大树 为后人遮阴呢 黄泊同意了 林济来辞行的时候 黄泊对他说 你想开悟的话 就别再到处走了 直接去找高安 摊头大鱼和尚 他肯定能让你悟到 林济就去找大鱼和尚 把以前发生的事情 告诉他问 我到底哪错了呢 大鱼说 黄泊真是太疼爱你了 都快被你累死了 你还在这问哪错了 林济一听这话 突然就悟了 说 原来黄泊佛法这么简单 大鱼一把抓住他说 你刚刚还问自己有没有错 现在怎么敢说黄泊佛法简单 你悟到什么了 快说呀 林济就在大鱼泪下打了三拳 大鱼把林济推开说 你的师父是黄泊 跟我没关系 林济辞别了大鱼 回到黄泊那里 黄泊一见面就说 这家伙来来回回 到底想怎样啊 林济说 昨天我接了和尚的话 去找大鱼问了问题 现在回来了 黄泊问 大鱼说了什么 林济把事情经过告诉了黄泊 黄泊说 大鱼这家伙真能说 待我明日见了他 非得打他一顿不可 林济说 还说什么明天 现在就该打他一顿 林济一边说 一边向黄泊招手打来 黄泊大笑起来 这疯子竟敢来这儿惹事 林济大声一喝 黄泊转头对侍者说 带着疯子去参堂吧 林济一璇与黄泊西韵之间的故事 是典型的禅宗奇物传统的一个实力 这其中涵盖的是禅宗教育的独特方式 尤其是直指人心 启发悟性的棒喝方法 林济当时虽然已经是一位通晓佛教经典的学者 但还未能体验到禅宗所谓的直心是道场的真实境界 在林济问及佛法的重点时 黄泊师父的三次打击 并非简单的肢体之痛 而是精神层面的唤醒 禅宗中认为真理不在言说之中 林济的问法实际上陷入了对形式的依赖和对逻辑的执着 黄泊西韵用打击的方式 是试图打破林济对于文字的束缚 引导他体会到禅宗所讲的不利文字 林济后来的开悟 是在大于和尚的一番话之后达成的 大于和尚指出黄泊师父之所以连续三次打林济 是出于对他极致的关爱和期望 而林济却在困惑中已能意识到这层深意 通过这个插曲 林济终于明白 黄泊佛法的精髓远非文字所能描述 他是关乎直接体验和顿悟的 在随后的交流中 林济的行为 如向黄泊招手打来 以及黄泊的回应 大笑并认为林济疯子 均体现了禅宗中师徒之间的疾风与默契 这种貌似戏谑却又意义深长的交流 展现了师徒间在非言语层面的深度交流 弟子通过非常规的方式来表达对禅礼的理解 林济最终被指引去参堂 意味着他已经被黄泊正式纳入门墙 成为继承禅宗法脉的一员 此故事同时强调了禅宗中重要的两个教育理念 一是即使对佛法有深厚的理论知识 也必须通过个人的实践体验来达成真正的开悟 二是师父通过非语言的方式 以及对弟子的随机应变 教学 来启发其悟性林济之后成为禅宗中极具影响 离的人物也是因为他体会到了这些教诲 并将其融会贯通应用到个人修行和传法之中 感谢观看 和尤bi 未经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